最重要的就是有消費券 第二期牌 我正在積極考慮 因為有些網友提供我的服務給我 叫我安裝一部東西 當然要收費 我覺得收得少少貴 叫我安裝一部 到時你不用就插回去 類似的樣子 我想一下其實也不錯 2000元一個客戶 如果我再做一個提供 說你上到來 用消費券 消費就糾折 我想我真的會舔很多消費券的客戶 可能會做很多生意 讓我先想 讓我消化一下 OK 好了 當然我的客戶 每個人都可以的 不用消費券 第二道消費都可以 我想起 因為我老婆和兒子不在香港 我就拿了八達湯 連連我的消費券有6000元 就換了一部電話 我喉了很久了 我當年買回來 我想6000元 因為我不會買貴的電話 我用到其實已經很殘破 功能是合格的 但是 顏色也會坐下來 20元出了很久了 我也不捨得買 我買不買得起呢 我當然買得起 我真的不捨得買 終於有消費券 我就加了七塊錢 我獲得最便宜的間隔才買 6700元 當然我價格的意思是 我價錢就問了多少錢 我問了多少錢 可以嗎 我獲得6700元 我就買了 便宜了 因為我是不會花時間為價格的人 好了 然後我早兩天拿一部衣服去買 都很久了 幾個月了 賣了三塊錢 以前有些人就说 怎么会买来摆 搞错了三个月出来买来摆 我们做事呗 我的经验就是 你最后都不会用来做事呗 当你现在的软件20再坏了 你就又换个宝 你会不会拿回软件出来用呢 当你软件20不见了 你就立刻买那部机 尤其是现在 你去电话店拿一张卡 接着你去云端 一扯下来 你的Google account 基本上都安装了 你不会用那部旗的 不如一毫升 还有一毛钱 你也比较好 不过 放在家里是不会用的 你有没有试过拿回软件来用呢 就是了 好了 消费券 我一定会争取这个消费券 10月1号到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产品出击 不过是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今次如果我来问我老婆和我儿子 这4,000元 有6,000元我会做什么呢 6,000元真的很难想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你买电器又没什么意思 我什么电器都有 好似我刚刚换了一部 Switch回来 终于换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分到期 即是那些 送行家 不是送行家 是 马克波罗级 原来之前有几万分 是 已经延续了 我没有回意 接着再看 那些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不要了 马上换了 就随便找些东西换了 那我换了一部Suite 那我换了盒带 现在还有一万多分 我也要明天有空 看看有什么 换了一部Suite 一万多分 都有些东西换了 可能用手机 总之换了它 如果不是 但是如果我又不会玩的 那我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打算 要拿到二手 卖了它呢 我也在想 我们在想 OK